开始了 今天有我们的杨敏小的朋友教大家怎么样做扇子 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让他专心致志的 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要上电视了 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你看他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你看 是不是 他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还把他在抹胶水 一点点的抹 抹不停的抹 抹出来以后呢 会是个什么模样呢 我们再拭目以待 你边做也要边说嘛 告诉你 告诉我们你现在干什么呀 对不对 我现在在做山枝 需要这么多胶水啊 不用把所有的胶水填进去的时候 你最需要很多胶水 如果有胶磅就好了 OK OK 哇 你要塗這麼多了 楊敏小朋友 欸 邊坐邊說點話嘛 這樣太安靜了 對不對 你要跟我們說點話嘛 那我們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做扇子 每一步 你先要拿一張棕色的紙 然後把它塗滿澆水 好 說得好 然後拿一張藍色的紙 把它完全的重疊上去 把它重疊上去 最後呢 我們呢 需要 把它折過來 又折過去 然後一直這樣折過來 折過去 折過來 折過去 折過來 把它打開 拿一點腳步 我們楊敏是交代大師 把下面呢 把它 黏起來 這樣就有點舒服的 像是 不是嗎 還笑一點 然後 你的扇子就做好了 哎 蠻不錯的 嗯很好 你可以說個 謝謝大家觀賞嗎 謝謝大家 觀賞 是不是